双溪区的三宗庙是台湾唯一一间 侍奉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三位文人的庙宇 而三位都是宋朝末年的忠臣 也成为双溪地区的重要信仰中心 三宗庙里的建筑是用章木来做雕刻 而屋顶上的雕花也是经过通天香的熏陶 而色泽变得更明亮 庙内两臂还挂着文天祥正气歌与中校金匾 建议策立世道教化人心 在当时也是连家人教育后代子孙重要的家训 有国际是我们三宗庙就是文天祥 南宋的文天祥 狱秀夫和庭世杰 这三位中心 在南宋庙为三杰 在我们这三宗庙有一百五十几年 一百五十几年 半岁到现在是两百几年 三宗庙香火鼎盛已经在双溪 助力有一百五十年以上的历史 庙内除了三宗库为主神之外 并侍奉三代祖师 天上圣母 官圣地君 开张圣王 严平郡王 释迦摩尼佛观世音佛祖的神像 三宗庙代表双溪居民的信仰中心 因此三宗庙不但值得游客参访 据说想要考试顺利的人来这里拜拜 文天祥宫 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来试一试 借陈威双溪采访报道